这是我们设计的一架飞行坦克 不对一台飞行坦克 我知道你想说非常的不合理 但它就是能飞 还能下水 玩的就是一个科幻 我是从这个视频来的灵感 其实前苏联还真搞过飞行坦克 安东诺夫A40 他是直接把坦克和飞机强行下接 但是没有安装飞机的发动机 是无法起飞的 进入战产是靠飞机牵引 滑翔降落 一台台坦克从空中扑面而来 想想就刺激 我的计划是把坦克和飞机进行融合设计 原型还是594经典的五对附纵轮 采用歼20同款压抑启动布局 机动性肯定爆炸 要飞行的话机翼还是要加的 直接安装在后部 发动机采用双发64毫米含道 隐藏在附油箱里面 视频同款非常的合理 59爆改 但是推重比可能会低一点 坦克就是推重比能过移 含母也早应该上天了 飞行坦克 主体的制作材料用的是KT版 机关切割出来的 压抑和发动机桶是三级打印的 泡塔也是 曲面制作 三级打印还是很有优势的 然后就可以全部拼接起来 或者用手机的生亡 带来到后人们的武器 所长的抑制作材料用的 带来到这里 建设好的 来到第三个 2 3 4 发动机位置我替换了一下 安装在上面感觉推力线特别的不合理 就替换到了机器下反 这样就好多了 这个造型还是特别科幻的 感觉可以脚踢三体 暴打水滴 再喷着均率涂砖 这个质感一下就起来了 我知道有人要问 铝弹呢 我坦克的铝弹呢 都可以飞了 还要啥铝弹 我直接给你来个手抛弹射起飞 来先测个推重笔 第一次有坦克车推重笔的 他感觉推重笔应该不会很高 可以 推重笔过一 你看地上的灰 暴躁 我直接前右门 走 走 又到了下注拆炸机环节 觉得会炸的扣1不会炸的扣2 买定离手 油门顶满 改出 没想到吧 这就是推重笔过一的好处 这条命完全是力大专飞给的 不然就会这样了 但是后面还是炸了 四处螺旋没有改速 机翼断了 压抑探管也断了 只能回去重新维修打印过 第二次试飞再次次速螺旋 第三次次速螺旋 直到第四次试飞才调试好 第四个起落测试 今天警察要做面 故意正常 拉杆推杆正常 油门 可以 没有问题 好来 准备起飞 好走 可以走 好稳 我感觉这个 新维修机 刚好给它配了个洞 扭转 有点头巾 应该是风吹了 帅气 可以 我转个地空通散 右转 然后过来 我这边是顺风的 可以 把方向再来一下 右转 逆着风会稳很多了 速度也慢下来了 整个超低空 太帅了 帅了 整个动作看能不能搞得出来 好转过来 好准备 3 2 1 很广 这可以 好 火速下降落 从右边 往左边降 来了 下滑 这距离有点远 拉到距离太远了 帅气 怎么样 这个效果太扎裂了 看一下 毫无损伤 就是前面这几个是非的炸了好几下 这样就靠蹭这个底下 有点凹痕 在最后面我用飞行坦克还试了一下飞特计 先是整了一个横滚 后面我还想再试一个空翻 挖杆 抬头 施速 尾弦 直接拍地上了 这一次受伤比较严重 炮管都断了 这个飞行坦克韦力壁还是太短了 和飞翼一样 气动问题无解呀 如果你们也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可以打在评论区 说不定下次我就给你们实现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飞行坦克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是穆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